小時候媽媽帶我看過天安門 紅牆壁瓦威額的象征 煙火綻放時心中已沸騰 眼眶也慢慢濕潤 多年後再次駐足望著天安門 歲月仍然已長大成人 學會了感恩 找回了通證 想起了遠去的歌聲 啊 天安門 哭在我的心中 愛千安門 我愛千安門 奶奶說了住關了四合院的人 肯定住不關樓房 真沒得說著了 是啊 我明天我給你打掃吧 你別打掃了 高興謝謝你啊 這幾年沒怎麼見面你變了 變得像個地道的北京人了 連說話都變了 要是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 土生土長的老北京呢 阿姨你別逗我了還北京人 還土生土長北京人 我就在這院住久了 口音被他們帶騙了 行那您把這飯吃了啊 那個有事跟我說我走了 你那跟薩薩還沒有孩子呀 薩薩想晚點兒要孩子 薩薩要強 她是怕有了孩子拖累她創業 不是有句話說嗎 女不強大天不容啊 薩薩本來就是個女強人 說一不二的 是吧 高興我聽說你爸媽媽來了 以為薩薩懷孕了結果沒有 他們那又走了 是不是特掃興啊 這是個謊報軍情啊 我沒做好 不過現在我和薩薩 已經開始要孩子了 王姨我先走了啊 接著把飯吃了 喂 喂媽 你到四川了 媽我聽趙叔說了 您搬回去了 對我搬回來了 太好了 這下我就放心了 都是老街坊老鄰居 對您也有個照應啊 你媽我是個 需要別人照顧的人嗎 對對對 我我說反了 是您哪 能好好的幫助幫助他們 讓他們跟您一起進步 行了那我先掛了啊 你什麼時候回來啊 兩個月吧 早點回來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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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跟郑老去吃的全聚得 对了 洪亮他们家搬回来了 是不是奶奶 让我给王姨送晚饭去了吗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屏屏晕倒了 大正哥刚说她说完也回家 这孩子是她太努力了 跟你一个样 要强 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个女强人 你是不是嘴上说我是女强人 心里觉得我是女强盗啊 总是嚣张跋扈地 把你踩在家里 我发誓啊 我可真没这么想 嘴嘴嘴 你就是怕我 你心里明明不想让我出国 带团旅行 你还是答应了 能不怕吗 再说了 这怕老婆有什么丢人的 天下哪个男人不怕老婆 何况是这么好的老婆 我好吗 好 从里到外都好 老婆 高兴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霸道了 不霸道一点不霸道 我是不是挺自私的 自私点才是女人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 特别不同情达理啊 你都够大肚子了 我跟你煽情呢 别这么不正经 你不老跟我拼呢 都不跟你出来 行 那我说点实话 如果我老婆 可以温柔点 那就更好了 行 我以后尽力啊 尽量温柔 高兴 我跟你商量个事 我还是想出国带团旅行 这次这机会特别难得 但是啊 咱们俩怀孕这事呢 还在计划之内 就我呢 保证那一天一定在家 一旦怀孕了 我就哪儿也不去 好好在家养胎 咱们一生完孩子 然后我再出去 怎么样 真的呀 好 不用温柔都行 你干吗呢 我等你 等我 我跟你没话说 我跟你有话说 你赶紧走 要不然我叫保安了 不是 我真的就几句话 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 就几句我求你了 有什么话说吧 有什么话说完 能给我杯水吗 谢谢啊 这词从挺嘴里说出来 还真是意外 还真是意外 我 我跟李金松打了一架 这不正常吗 你们两个从小不就是 打着长大的 这次不一样 我跟他彻底掰了 我是故意的 我把他惹急了 我打小 我打小就当他是我唯一的兄弟 是我大哥 现在 我连大哥都没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 你就跟他好吧 我知道 我知道 从小我就是个脚屎棍 老搅和你们 但是 我逢别的发誓 这么多年 他李金松身边 真的没有其他的女人 他心里边最爱的 只有你朱小雪一个人 我知道 从小我就欺负你 欺负这么多年了 你你讨厌我 你恨我 但是 我这儿马上就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而且他也是真心真意爱你 你就别耗着他了 冯鼻子你说这些 你觉得我信吗 你说 我的话是不可信 那你听他亲自跟你说 我这辈子就认识朱小雪的 他一天不嫁人 我就到此一天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贱 一股相一股 朱小雪天生 就是为了收拾我儿子爱的 转人命 这段话 是前两天 我们俩把户外店 归着出来 一块儿喝酒的时候 他偷偷跟我说的 我录下来 本来是想挤备他的 我知道 你嫌弃他不分好歹 老跟我混在一块儿 干嘛都得带着我 但是 兄弟不就是这样的吗 不就是为兄弟 两肋插刀吗 你说他要真是一个 为了女人 就能把自己兄弟 扔到一边的人 你还会喜欢他吗 他还算是个爷们儿吗 我知道 你瞧不上我 我发誓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他了 你就跟他好吧 也算是我缝鼻子 能唯一给他做的一件事 报答他这么多年对我的好 都说男儿子下有黄金 归天归地归父母 我缝鼻子这辈子没出息 归了那么多次 但这次我是真心的 我 小雪 你跟他好吧 我求求你了 你就跟他结婚吧 以后的日子 让我照顾好我爸 你还那儿 你还没上连你 他 Counting 他人家先进去 你还没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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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子 我还没上去 你还没上去 我叫我 你还没上去 以炫耗了 你还没上去 我们了 好 再睡吧 再睡吧 睡什么睡啊 你现在还欠着人钱呢 你也到店里赚钱去 还人家啊 儿子 快起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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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我还给朱小雪了 我不干了 您让我再睡会儿行不行 你说什么 你把店还给朱小雪了 你疯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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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你啊 这好不容易找个正儿 把顶的事做 这店刚开张运 你就撂挑子面 你对得起谁 你对得起朱小雪吗 你对得起我们大伙吗 奶奶还说到你店里去看呢 你怎么跟奶奶交代 妈 我跟朱小雪可能 从头就是个错误 就不应该开始 她有的饭我能吃 有的饭我吃不了 像这软饭我就吃不了 我干不了这事 到底怎么回事啊 妈 我和雪梅昨天还说呢 我们俩一致认为啊 这次你和朱小雪还真有戏了 说如果朱小雪一松口 马上给你们俩办婚事 你说这 这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妈 你们这都省省了 谁也别说谁也别劝了 就这样行不行 您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好不好 您是诚心诚意要气死我吗 你追朱小雪追了这么多年 你骂我呀 等啊 等啊 我都等着头发白了 我都要白头发了吗 你说你 我就盼着你们能有个结果 结果 倒了你给我来这么一出 混下去吧 你就 你就混下去 你混一辈子 我抢你大头 妈 妈 妈 撒子 你赶紧好好说说你胳膊 你个人太不像话了 她跟朱小雪 这怎么闹到这种地步了呢 还彻底分了这回 行了 妈 您去忙吧 这是交给我 我好好批评批评她 这不玩笑的事啊 制她 我的妈呀 我的学丫头搞了 我得吃剑艾艾药去 搞了 行呢我哥 够爷们啊 都敢跟我们朱总翻脸了 李萨 有的时候没得说 没得说出去玩去自己 哥 你就是一傻老爷们 我就问你一句话 那户外店你干 还是不干 不干了 谁愿意干谁干 谁干谁孙子 行 有志气 这样的话 我也不用再帮小雪传话了 你就自个儿也去吧 过来 来 咱俩俩俩俩 怎么了 哥 他跟你说什么呢 哥啊 他说什么都不重要 那我哥是谁啊是不是 我哥呢就是一匹骏马 怎么可能委屈在 那个小小的户外店呢 那个大草原才是你的家呀 哥 去吧 驰骋草原 只是你别测马奔腾 马失前提 然后再后悔目击了啊 不是 萨 我就是一匹小小的白龙马 我也得需要我的唐僧啊 你赶紧告诉我 唐僧说什么了 你真想知道 你再使点劲 那小雪就是说啊 如果你要是在半小时之内 没有到她面前 那就真把店给盘出去了 但是 你跟小雪说 说我八分钟人呆 我肯定出现在她面前 好 好 喂 小雪 我哥可跟疯子一样的 就帮你跑去了啊 我跟你说 你就甭跟他较劲了 赶紧把他收了吧 九分三十七秒四起 我到了 不是有人有骨气 要去草原池城吗 池城错地了吧 我错了 你哪儿错了 我哪儿都错了 只要你再答应 给缝鼻子一次机会 让他再点点帮忙 我做牛做马干人们都行 没完了还是他 没商量啊 还得商量啊 你忘了上次 我让你选我和缝鼻子 你选了缝鼻子 你说我咽得下这口气吗 咽了 真的 小雪你这个问题 就相当于我跟我妈掉水里 是救你还是救我妈 你说你让我怎么选择 手心手背都是让我 出于请我救你 出于离我救他 但是你是我的爱人 我先救你 再救他 这是你最后的爱人是吧 你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呀 那你拦绕干吗 不勘电了 你还欠人五十万没还呢 我就知道我深爱的女人 是一个通情大理的人 你给我起来 我起开 刚才这一下是替缝鼻子 松抱的 现在这一下是替缝鼻子 谢谢你 小雪 谢谢你 缝鼻子说她不回来了 去日本了 她去日本了 干吗去呢 我觉得她又在忽悦我呢 她嘴里有句实话吗 对谁都虚心假意的 还就对你一片真情 她是不是爱上你了 那她可能是我上辈子的 小情人吧 你回头跟她说啊 我最后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再出什么幺蛾子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 也不会在心里面 好嘞 你干吗去 起来 我忙去 好好干活 这放屁的去日子吧 干什么去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止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止 您这走了 你自己都国外照顾好自己啊 你放心吧 会照顾好自己的啊 你呢就乖乖地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奶奶和爸妈 知道吗 知道了 正老啊 大事就交给您了 放心吧 大事跟我在一起 我也像爱母亲孙女一样 爱护她 保护她 这我信 高兴 您就放心吧 谢谢正老啊 给您添麻烦的 上班了 好 谢谢 谢谢 怎么着 又舍不得了吧 这不出国了 万一出点啥事 我这小宝宝也帮不上 你就踏踏实实的吧 有正老在呀 萨子绝对会平平安安回来 行 慢点开啊 行 好 走了啊 慢点啊 你看奶奶奶 她发给我的 你看这儿 这萨萨在哪儿啊这是 意大利 很远吧 远 坐飞机的十几个小时呢 真够远的 那你也放心啊 放心 有啥不放心的 这萨萨想出去看世界 我不能拦着是吧 看世界没错 可是不能看着看着 就把家给忘了吧 外面的世界再好 也没有自己家好 你说对不对 对 奶奶您说的都对 但我是萨萨的丈夫 这萨萨的高兴啊 她高兴了 嫁就好了 那你高兴吗 萨萨高兴我就高兴 我真服了你了 心胸大还有谋略 奶奶您可别说笑了 我哪儿来的什么谋略呀 还瞒着我呢 你不是把对面的那个店 给盘下来了 还让人家房东给入了股 叫什么风头 就等于说是咱们不花一分钱 就把饭店扩大了一倍 真服了你 对了 你丈母娘是不是又给你惹祸了 没有啊 还说没有 这个月进账十二万 我打电话给银行 银行说啊 这个钱转进来了 又转回饭店去了 别忘了啊 那银行卡可是我的名字 我是不管账了 可是我得知道这个家里的情况啊 惠兰啊 从来不会把转进来的钱 又转出去 他一定是犯了什么错 让你抓到了把柄 对不对 我不问 只要你把事情摆平了 奶奶就放心了 高兴啊 家里亏得有了你 你奶奶 红亮 你回来了 你妈还是等你呢 你这回来了一会儿 大家又可以住一块了 我给你带你老熟人回来 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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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又不是不认识啊 我这次四川出差的时候碰见他呢 就把他带回来休息一段时间 彩云 高兴现在是大老板了 还是大名人 他那陕西人家还上过电视呢 行了 什么什么名人 别胡说啊 彩云 过得咋样啊 自己好不好 我们刚回来都累了 先回去休息一会儿 高兴 你去饭馆给彩云端碗面来呗 走 彩云 回屋 你去过先休息吧 走 站着干吗呀 进来呀 我妈这两天刚回来 我这两天得值班得住所里 你就住屋吧 坐会儿 再等他 这是你也住了好几年了 就算是你弟儿故乡了 你好好想想 我一会儿还得回所里 我一会儿给我妈打个电话 跟她说一声 这是钥匙 endorse 钥医 人得向前看 那我走了 一碗朗米好了 翠璃嫂的 您怎么在这儿啊 大壮天天拉车 频频上学 我呆在家里啊 没事干 就过来帮帮忙 我让嫂子过来当领班 非不干人家 好 人家小丁干得好好的 我这不抢人饭碗吗 再说了 我这有一搭没一搭的 不就是找个事干吗 听说 你把郭采云带回来了 我把带回来了 我正要给她送面过去呢 你不知道郭采云怎么走的吗 这不给高兴添乱吗 嫂子 你咋说话呢 我这结婚多少年了 没准人采云都有孩子了 还真有了 但又没了 零八年汶川地震的时候 她男人和孩子都没了 她那餐馆也塌了 政府后来给她发了一笔钱 让她重新开 她也不干了 一个人在家里种地 这次我们去灾后重建 碰上她了 好说歹说 说了三天三夜 才跟我回来的 这得多难受啊 你把她带回来 这就对了 高兴 你给彩云 在餐馆里找个事做呗 那边人跟我说呀 出事的那段时间 她精神都是恍惚的 还好有心理医生辅导 我把她带回来 想给她换个环境 这任总纠结在过去的事 就毁了 跟我见啥外呀 没问题 我对面不是把那个 柴云店给盘下来 要装修吗 我打算做成 穿彩馆给她做 行吧 还是你靠谱 这就放心了啊 送面去了啊 去吧 你把彩云带回来 算是记得了 你把彩云带回来 都是咱胡总出去的人 对她知根知底 大家啊 都身把手 让她能重新开始生活 走了 都是命苦的人啊 都是命苦的人啊 晓云 晓云 我刚储的面 还热着呢 吃着吃点 我丈夫跟我女儿 在地中中死了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女儿才四岁 你想看看她的照片吗 我给你看看啊 我女儿 她叫卉卉 我女儿 她叫卉卉 如果活着的话 现在应该上小学了 她老师啊 经常夸她 说她长得可漂亮了 还会唱歌 还会跳舞 她还会画画 她呀 会画太阳 画月亮 画得可好 画得可好 你看 多漂亮 真漂亮 来 踩一下 先吃点饭啊 趁热吃 吃完了我们再说 好不好 我家卉卉也特别爱吃人面 我就经常给她做 可是她现在已经吃不到 可是她现在已经吃不到 对了 感谢啊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你孩子几岁了 我还没孩子呢 这不正打算要呢 那萨萨姐怎么样啊 挺好的 这不刚带着团去意大利旅行了 那既然多好 那为什么没孩子呢 忙呗 大家都忙 没孩子也好 没孩子也好 有孩子没了 最爱伤心的 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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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来了 有奶奶 怎么来了 也不给奶奶打个招呼啊 我招呼跟我孩子在地震中死了 蔡云 我刚准备把对面两个饭块盘下来 酷打经营 还想干川菜 要不你过来给我搭把手 奶奶你还行不行 行 这多好啊 蔡云当年把我家饭馆弄那么红 就这么定了啊 你要是忙你就去忙 我跟她说说话 行 我先走了 你会不会那么漂亮 那么可爱 我会不会就这么没了 我会不会长得多漂亮 可是她就没了 老哥 这是您家 门得您开 谢谢 萨萨 还是你来开门吧 我想给自己留个惊喜 好嘞 走 哇 这也太漂亮了吧 这个跟您图纸上的一模一样 屋子是一模一样 可人不一样啊 物是人非呀 我都老了 您不老 这次跟我们在国外啊 您那经济室 比年轻人都足呢 大象 谢谢你啊 老弟 谢谢您 老哥 见外了啊 这都是我应该的 您瞧着哪儿不顺眼呢 我让施工队再改 不用 这挺好的 挺好的 这改什么呢 我也没时间了 真的 没时间了 嫂子 在心里边看看去 好嘞 喂 怎么样了 爸 您让我查的事查清楚了 你让我查清楚了 若是落日黄昏时啊 是啊 我还真是想家了 走了这么多地方 只有回到这儿 我心里才踏实 这就对了 人呐 人呐 总是在家里待久了 就会想到外面 在外面待时间长了呢 就又会想家了 当年我就抱着我的女儿 站在这儿 给她讲故事 你女儿 你女儿是不是也该来看看您了 要不然咱们下一站就安排去美国吧 顺便把她接回来 她早晚会回来的 会回来的 我看 嫂嫂 我看 咱们还是按照咱们原来的计划行动吧 对不起 你看到几点了 赶快回家吧 高兴一定等你都等得急了 那您晚饭怎么办 这你就甭管了 我会屡事去吃嘛 快走吧 好嘞 别忘了 把我的礼物给大家分分 好 老板 来碗扫子面 老板 来碗扫子面 得嘞 好嘞 点什么呀 好嘞 傻笑什么呀 看什么 我是不是特别憔悴啊 真好看 萨萨 你真讲信用 什么信用啊 明天又是好日子了 咱俩又可以行动了 老板 您的烧子面好喽 等着 萨 来 来 来 萨嫂 萨嫂 你怎么不穿饭呐 坐飞机那么累 吃点东西啊 看见你我就饱了 不吃 我咋了 你说你怎么了 每次我一回来 你满脑子就想着那点事 你不问我过得怎么样 过得好不好 能不能有点追求呢 行行 我错了 那 你咋样啊 不怎么样 挺好个心情 都被你破坏了 我去找小雪 今晚在家住了 别动了 我去找你 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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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回来了 人呢 妈 我出去一趟 干什么呀 她这么大人了 又不是小孩 又不是第一次来的 丢不了 吃饭吧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妈 您先吃啊 别动我吧 彩云 彩云 我妈回来了 走 回家吃饭去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要把我带回来 彩云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这事谁也不再提了 既然你执意要问 我就告诉你 我不能见死不救 别说咱们是朋友了 就算是陌生人我也会救 再说了 你也不是想自杀 你只是心里难受 多吃了几瓶安眠药而已 我带你回来 是因为这种你的朋友 有我们大家 你当时不是也同意了吗 我想回家 我老公跟我女儿都在哪儿了 我不能跑下的 我不能跑下的 你这样的状态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回去的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也应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彩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都有自己的不如意 但生活还得继续 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你还年轻吗 但你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呀 你看 李萨子跟常高兴也结婚了 你也当了副所长 你们都有家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彩云 咱们都是天涯沦落人 知道我为什么不和萨子结婚吗 不是因为你妈不同意吗 是因为我不能生育 所以我不能娶她 我不能害她 我不能让她连做母亲的资格都没有 那 你一下下知道吗 知道 只有我妈不知道 我不敢告诉她 怕她伤心 所以彩云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不容易 不能因为这些就不好好地活着 人活着呀 有时候不单单是为了自己 也为了你的亲人 和你所爱的人 我相信你的丈夫和女儿 也希望你好好地活着 因为只有你好好地活着 他们才不会被人忘记 因为他们活在你的记忆里 因为他们活在你的记忆里 好了 回家吃饭 从今天开始 为了你的亲人和所爱的人 好好地活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爹着热水早 睡到自然行也值了 收我羊 我的地方叫北京 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 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 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 挨索门过的地方叫北京 住过差乐的地方叫北京 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 这就是我的家 名字叫北京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 一棚摔草 那几声曲曲叫 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 吃一串冰糖糊润就算是过节了 他一日三餐窝头 咸菜就着大碗茶 几句老的歌词勾勒出如今的变化 可北京就是北京 这里是我的家 生我羊 我的地方叫北京 哭过笑 我的地方叫北京 玩或闹 我的地方叫北京 走过的路过的 这里是北京 爱过很多的地方叫北京 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 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 这就是我的家